我娶你 我要你娶我 你答应我谁啊 我能走 草原 我对婷婷是真心的 我真的爱她 我一定要娶这样的女人 当媳妇 草原 婷婷 你放心 我肯定会努力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天生果才必有用 五倍几十捧个好人 我裴小庆也要出人头地 我要让某些人看看 我也是个人才 草原 你怎么了 身边了 没事 草原 给你个好东西 婷婷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别送我东西了 你先看看喜不喜欢啊 喜欢吗 真好看 你留着吧 你去吧 婷婷 你来找我啊 你怎么去她房子呢 我屋子在这儿走 干嘛呀 婷婷 TWO 嗯 любой ��� именно ussian 你和這吹停泉在屋裏干吗 musicians 啊 izada 这谁给你的 崔婷婷呢 放那儿 那儿是她送给我的礼物 你放屁 这是我给婷婷的 你有点太欺负人了吧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 你不起来 你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太欺负人了我告诉你 我跟你拼了我 你们 你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小婷 我劝你还是别找大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心情不好我心情还不好呢 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贵人 河小婷你干吗 婷婷你干吗 婷婷快救我 婷婷快救我 婷婷你没事吧你 你没受伤吗 嫷婷你干吗 我干吗 我问你 这表 这表谁给你的 这我送给桑园呢 怎么了 我知道你送给他 不是我给你的吗 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 我要送给谁是我的自由 没错 这是我们的自由 婷婷 这表挺好看的啊 你们太欺负人了 桑园 我今天要不打你 我不姓裴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给我等着 桑园 你干什么 你刚才说的什么自由啊 跟你好呗 我饶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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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儿 秦儿 你怎么了 你饶活了 你这个怎么了 你这个怎么了 你这个人 小秦儿 你别折腾了啊 听妈的话 这抢牛的瓜不甜 妈 我跟你说 他刚才就不是怎么回事 人家替翠玲玲的愿意给我 居然是让桑岩给抢去了 你看 爸 你看他俩还搂一起 那桑岩刚才已经瓶子打我 这哪是抢啊 桑岩 桑岩 你别理他们 桑岩 这就是涛 他就是这一贼 别理他们 你干什么呀你 赶你给我进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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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还送翠玲那个小闹钟 还让那个桑岩给偷去 就就放在桌子上 他就是个贼子 你有做主子 你还记不记得小子手丢钱的事 就是这小子偷的 对 他就是咱咱给咱家小气的 他爸 你怎么了 你晕了你 人家警察都把他送回来了 再说你儿子自己也承认了 你怎么了你 你 你 你躲开 千儿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 小的时候那钱 是不是你偷他的 他不是我偷的 妈不是我偷的 我是冤枉的 就是他 瞧见没有 你瞧见了没有 你躲开你 他就是一贼 他以前就是一偷钱的贼 他现在还学会偷人了 他现在更学会抢的哥哥女朋友 你别拉我 你别拉我 不行啊你 你们俩 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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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神经病 走 咱们听这儿去 咱们听这儿 别走 别走 老跟桑爷拼了去 我不活了 干什么干什么呢 我叫他打死 我不能叫他踢死 不要啊 我要跟他拼了 你别管我啊 咱俊儿 别哭了啊 妈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桑爷根本就不行了 婷婷 他就是偏婷婷我呀 就婷婷 他就是那点出现 这世界上三条坑的蛤蜊没有 两条坑的人蹲着去 我出现怎么了 我去要婷婷 我就爱婷婷啊 我就爱婷婷 哎 婷婷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啦 哎 这谁给我买的包子 就那天去工大 你跟他说话那帅哥 娶儿啊 他什么时候来的 嗨 他都看你跳舞 看大半天了 本来我想叫他来着 可是他不让 最后就出去买包子了 让我给你拖过来呗 呦 这可真香啊 这可不是一般的包子 这里包的哪是馅儿啊 可是一颗心 一颗心 要好好珍惜哦 就是 绝对要好好珍惜 去去去 你们真讨厌 就会耍贫嘴 南兵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掐纸一算 你今天肯定要回家 我怕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所以跑过来送你回去 别开玩笑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家 我老实交代吧 是曲燕告诉我的 她告诉你这个干嘛 你是不是怕别人看见啊 要不 你走前面 我在后面跟着 行 你还真好意思啊 你还真好意思啊 你在这儿呢 今天都知道 我才对的 是 你能不能抱你 我才会 你长得 你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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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 你� Minnie 少喝点 少喝点啊 婷婷 你好像还没给我们介绍这个帅哥吧 他谁啊 谁啊 你要是再不好意思说 我们姐妹可就下手了 我们可就要抢了 对呀 讨厌 他是我男朋友 怎么了 男朋友 你是不是叫我男朋友啊 不会吧 真的假的 要不你亲他一下 亲一个嘛 你们可别激我啊 我有什么不敢的 那就亲呗 我去趟细合间 你们走了 大家 都怪你们 讨厌 接下来吧 来 我们玩 来 桑牙 你别在意啊 他们平时闹惯了 婷婷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一件事情 明白我明白 明白什么呀 我明白你对我好陪我出来 是为了去裴小庆一家 对不对 婷婷 对 我利用了你 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 我喜欢我高兴 我愿意被你利用 好不好 干吗 我刚才清了你一下 你要嫌脏 就自己擦擦 我最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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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遇碎 我最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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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喝那么多酒 还不都怪你啊 他们都说我自己偷偷蒙蒙 找了一个这么帅的大学生男朋友 都可忌妒了 他们还让我帮他们介绍呢 你要有好朋友 下次一起出来吧 我没有好朋友行的吧 没有 小心 男咪姐 回来了 男咪姐 干吗 没事吧 你今天回家住啊 我没事 走吧 我没事 拜拜 拜拜 我没事 你朋友 一块长大的一个同学 前面就是我家了 你回去吧 改天我再去找你啊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据我所知 你没有梦游的习惯吧 睡不着觉 你刚才送小姑娘回家 不是挺高兴的吗 怎么又睡不着觉了 那你呢 我爸打呼噜 我闲场 那你这二十多年 是怎么过来的人 那男的叫什么样 岳小枫 岳小枫 是你去山区做志愿者认识的吧 哦 你怎么知道的 一般你的事情 我都值得个八九不离十的 恭喜你 他很优秀 你怎么知道他优秀啊 不优秀你能喜欢吗 岳小枫 岳小枫 你回来的时候 不应该藏着掖掌 应该把她大方的介绍给我 谁跟你藏着掖掌了 我为什么一定要介绍给你啊 你是我什么人 你的嘴还是那么厉害 跟你在一起只有我爱书的份 那 那 崔婷婷是不是不像我这样啊 她可比你强多了 还记得当年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记得啊 你也太厉害了 第一次见面你就让我听你的 你说你有多霸道 还说呢 有一次 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 我说我自己够吧 你非说要帮我够 结果啊 你又扔石头 又爬树的 还把我扎小便用的猴皮筋 拿下来做蛋弓 最后皮筋都断了 风筝还是没有够下来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我每次跟你打赌 每次我都说 所以说啊 你不听我的你听谁的 是 有关子 我 我先回家了 拜拜 我送你吧 不用了 南冰姐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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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事 我得跟裴总汇报一下 报价的事 我们俩商量之后再定 他不是我秘书啊 现在倒过来 我是他秘书 浩哥 超市跟他商量能不能进两种新菜 你眼瞎了跟我商量 得 我找裴姐姐 裴姐 浩哥让我跟您商量 南大泡 你想累死我啊 这不能者多劳吗 你要体谅我 我现在一拿主意啊 腿肚子转筋着 胳膊就哆嗦 往后凡事你做主 你那点出息吧 就这么一档子事 就把你吓成这样 像个男人吗 再说了 这公司是咱们俩的 你得担责任 这不赖我 你看我现在在菜市场 还有地位吗 今天菜市场没人搭理我 连二胖都这样 用眼睛这么看我 这村子在楼上 行了 那以后想想辙 也不能太委屈你不是 好歹你 曾经是老大 我点货去 大学可真好 好 这种饭店自己做的巧克力 我偷拿起块 你尝尝 你来学校找我 就是为了送我巧克力啊 不行啊 挺挺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咱俩不是一楼人 你不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心里有她 谁啊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本来我还不确定呢 现在看来 我想我的猜测是对的 可我昨晚上送她的男的 就是比你强 你是不是你特失落啊 有完没完 以后你别来找我了 好啊 你别送我巧克力了 你别送我巧克力了 二胖 二胖 叫着兄弟们来卸货了 新进的菜 来来来 我特别送我 现在你卡车呢 我特别送我 都是真新鲜点啊 弄不动呢 裴姐 这袋头哪弄的呀 这是你们炮哥今天早上 从郊区进的货 那是呀 那个我那菜还没卖完 我这饭愁呢 这我就不要了 你们要吧 我说什么来着 这帮兔崽子势力是哪 我们我这菜真没卖完 这菜不是我进的 是你裴姐进的 裴姐 是吧 这是你裴姐进的 非栽在我身上 想帮我处理诚信 胖哥 胖哥 我真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二胖 这菜真是我进的 你们搬吧 行行行 这实际是我拿 实际别走 我搬 我拿钱也搬 你们实际别跟我搬 我拿钱也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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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忘 Spring 你不想要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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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伤着筋了 你别累了 我送你回去吧 没事 别累了 来 先冷敷一下 就能肿的少一点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药酒 或者红花油之类的东西啊 有 你看看曲二的抽屉里 还行 我 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不方便 我来吧 忍着点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先走了 我能等你了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起 什么呀 我以前也受过伤 也是一个朋友送我回来的 可是他笨手笨脚的 什么都不会 不像你这么的细心 这朋友是男的吧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啊 我妈也是舞蹈演员 小时候老看她排练 太总受伤 一次两次看多了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还是第一次跟我提起你的母亲 小时候看她跳舞 每天等她排练完以后 带我回家 是我对她最深最美的回忆 她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对不起啊 所以我一看到跳舞的女孩 就有一种特别亲戚的感觉 你们走路的样子 还有身上的那种一世独立的气质 都很想想 你跟跳舞的女孩 还挺有缘分的 缘分 我可不相信什么缘分 你不信 你不觉得我们每一次见面 都特别巧吗 我跟你说实话 你可别生我气啊 其实 除了山里那次 之后我们的每次相遇 都不是偶然的 我是看了你们学校的节目单 知道有你的节目之后 我才去的 后来 我发现你和同学们 喜欢去湖边散步 我就经常跑过去等 空挡了好多次 才终于让我遇见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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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就送到这儿吧 我爸可能在家呢 来 拿着 晚上睡觉前 记得把药再擦一遍 这两天没事少走动 很快就会好了 知道了 你进去吧 我看着你进去 嗯 再见 再见 来 慢点 嗯 太多了 好 好 让我来 然后我来 你 好 先把 里面 艾蜊 打 祝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那个 干嘛 这么瞪着我 送你回来拿的是谁 你看见了 不像是你同学 我又没说是我同学 他是谁啊 一个朋友 我脚扭了 他送我回来 一个朋友送你回来 够奸大伯的 还这样还 拿你老棒大傻子 爸 你怎么生气了 谁生气了 我生气了吗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 还说没生气呢 那么大事吓死我了 院外边都听见了 胡说八道 我女儿有喜欢的人了 我凭什么生气啊 谁说我喜欢他了 那你不喜欢他 他说他想跟我在一起 我还没答应呢 没答应就好 爸 你就那么怕我找男朋友啊 你不怕我成老姑娘了 不是 爸 不是 不是不愿意找男朋友 我就是觉得快了点 好像昨天你还骑在爸脖子上 逛街六餐市场呢 今天就要谈婚论嫁 找男朋友 我心里不是滋味怪别扭的 爸 爸 那你觉得 刚才那个男孩 怎么样啊 我就看了一眼 但里边上里边都没看清楚 不知道 他对我挺好的 特别细心 那光细心就是优点了 你就是被我宠坏了 哪个男的不顺着你 不像着我似的 你肯定受不了 我有吗 天底下温柔体贴的男人多了去了 你眼睛睁大点 别昏了头 起码我觉得他不如桑言好 桑言 炮叔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啊 对我们家兵杰你到底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你对他到底有没有意思 炮叔你怎么问这个 现在不是磨磨叽叽的时候啊 刚才我看见那小子送我们家兵杰回家了 让我看见了 我一看俩人关系现在不太正常 回家那么一问 你咱们家兵杰怎么说 怎么说 说那小子提出要跟我们家兵杰交朋友 那 那兵杰答应了吗 她说她正在考虑之中呢 但是我看得出来呀 我闺女动心了 我告诉你桑言 好处对你寄予厚望 你跟兵杰大小一起长大的 虽然吵架吵到现在 但我能看出来你从心下里边对我们家兵杰是真好啊 我跑到你这儿来已经没有长辈的样了 你给我争口气 把兵杰筋拽回来 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吧 知道了 毛叔 知道了 走了 我来你这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包括你嘛 知道吗 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 五打打六打打七打打八 好 收 五 哎 你昨天怎么回事啊 我们在上课呢 对不起 怎么乱闯啊 对不起 老师 南明姐家里有事 我带她出去一下 南明姐一个回来的上课呢 怎么回事 干嘛呀你 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让你来通知 你们家没出事 我们家没出事 你乱闯我们教室 回头我跟老师怎么解释啊 你答应他们呀 答应谁呀 你怎么知道 我爸告诉你了 你到底大没答应他 大没答应他 我大不答应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南明姐你是我的我的 我想我不用再解释什么了吧 你说话呀 晚了 什么晚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已经晚了 在我最需要别人关心的时候 他总是能及时出现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永远那么冷漠 那么骄傲 现在别人要抢我了 你着急了 桑爷 你这是虚荣心在作怪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全是假的 那明姐你说我对你的一切 都是假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答应岳小枫了 至于我们俩 早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在骗你自己呢知道吗 你在骗你自己呢 我没有骗我自己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我说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是在报复我 桑爷 我有必要报复你吗 那明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恨我 可我告诉你我妈就是我的一切 那个时候必须为了我妈考上大学 你明白吗 你应该理解我才对 桑爷我理解你啊 你当然应该孝顺你妈妈 可是你要搞清楚 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 我现在喜欢的是岳小枫 因为我觉得 他比你关心我 他比你对我好多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呀 我们什么都没做 陈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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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疯了 我从小到大吧 你养这么大 你生孩子你倒好 我贴得老命了要送你上大学 我让你到这儿来干吗来了 我让你到这儿来 补习功课考大学 你倒好 你往这儿招姑娘是吧 桑爷 你会以今天的事情后悔的 后悔一辈子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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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y 不 mix 同学 帮忙把球踢过来 陈京 你往哪儿踢呢 你怎么踢球的 我不是跟你说对不起了吗 把球给我捡回来 自己捡 找大家是不是 没错 我介绍大家怎么了 是你吗 你吗还是你们一起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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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 我 我干什么干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为什么 走走走 为什么 为什么从小到大 你都要干涉我的事情 我已经长大了 我不再是个孩子了 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 你少管 我还没见到好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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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你是什么 你还真要呀 好 我这么想说 你也是我的 你以及上下 你还怎么看 你还这么说 我自己说 你还要 我自己说 你 superiority 两个人 你不是二人 你还行?" 你还是要 有事呢 你就跟姥姥说 乖孙子 你这是怎么了 姥姥 为什么她不等我 为什么她会喜欢别人 姥姥 我刚才还宠我妈好 我是不是特对不起她 是这样啊 那就是说 男大炮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男兵杰 在她心里挺重的 这事我知道 当初啊 就是我强把两个孩子 给拆开的 这事我最清楚 她在乎她 才难受的 我没瞧见 丧颜这么哭过 我给你们讲的事吧 那丧颜小的时候 好像也就是六七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天天在市场卖菜 然后她也弄一个摊 摆一个摊摆在我们最后边 她在那叫啊卖啊 大人们就觉得 她好玩 都上她那摊买 结果她败的菜比我们大人都快 姑母 那会儿桑岩那么小 她会数钱吗 会 我们桑岩数钱可是个天才 要不说她现在数学好呢 桑岩 伯母来了 妈这次来呀 主要是不放心你 大男人哪 就是有天大的事 你也得想开喽 没事 你没事 那就是妈有事了 男兵杰有男朋友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妈 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兵杰她是个好孩子 妈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当初啊 妈也有错 不该对她那么凶 那时候不是你要考大学吗 妈总想着找个机会 跟她解开这个扣 到时候因为妈 你们两个之间这不 妈 你老这么幽默 谁受得了吗 我跟男兵杰就是 从小到大朋友的关系 不像你学校的那样 儿子 怎么说呢 俗话说母子连心 你知道吗 你这心里疼一下 妈的心里就得难受半天呢 妈 妈 我昨天不该说你好 对不起啊